金管會主委說 他也要好好研究半年報 全部出爐 他才要審慎到樂觀 樂觀審慎 但我們怎麼來看 但重點的話都是這樣 台灣的股票市場 從過去的一個經驗 1、2月份的時候 都是充滿了想像 這個藥的話 它可以怎麼樣 有160億的市場 那個藥有260億的市場 這個的話 物聯網的話 這個商量政策 這個商機有多大 大家都相信 股票都往上拉 吹 但是每一年的時候 到了8月中旬 或是8月底的時候 過去啦 那都是所謂的半年報公布 常常都是 這個所謂的吹牛破滅 就要面臨一個現實 就是你的獲利 跟你的本益比的 一個差距的一個問題 所以過去的話 為什麼每次到了 所謂的半年報公布的時候 我們一直維持了一個 比較這個所謂的保守的看法 那當然有很多公司的話 出席意料至外非常好 但是普遍的話 還是會有這些疑慮的問題 尤其第二季的話 又有這個 比如說10%的話 那個現金 這個保留營益的部分 也要扣稅 所以原則上那個獲利的話 有時候都會稍微比較低一點 所以原則上半年報 就是有這些問題 那實際上從這次的半年報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 技術還有研究是很重要 所以過去民間講 為什麼要研究要研究 因為真的是不研究的話 你沒有去好的 那股票差價就很大 比如說我們來看 所謂的這個易金光3406 我們看它K線圖的一個部分 那你可以發現 跌下來之後 沒什麼東西了 但是又繼續跌 那為什麼大力光 所謂的3008的大力光 那為什麼人家是這樣 還是要高漲震盪 這就是一個技術 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制卡的部分 因為大力光攤50塊 三分量攤50塊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這個易金光的部分 那易金光的話 大家是虧錢的 那易金光的話 大概原則上是虧 大概是6塊3毛5左右 那因為就是人家可以賺到50塊 但是你是第一季虧了3塊5 第二季虧3.02 你虧6塊2毛2 因為這個金貝 已經跟過去不一樣 現在是深井 就是很深 很遠的一個風景的話 可以照得非常清楚 防守這個手震 這個抖動 而且變焦 這技術更上一層 如果你做不出海的話 你可能就會虧很多錢 那警衛分明 就會差距非常大 那我們來看一個制卡的部分 我們來看有一檔個股 比如說這支股票叫紅灰 那紅灰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2010年它賺8塊1毛9 2011年的話 它賺7塊3毛7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叫做 Nokia 給它很多的地單 那Nokia以前非常好 那以前有一家公司 一直給它一個訂單 叫research motion 叫做黑莓機 所以過去的話 它可以賺到8塊1毛9 可以賺到7塊3毛7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凱希了解 因為Nokia的話 爬不起來了 那我們可以發現 黑莓機也爬不起來了 所以原則上 你看它的股價的話 差距了它 從過去可能賺8塊錢 那現在它的情況的話 是一再虧錢 那股價的話 你可以發現 要不要做研究 要不要去了解 它現在接待的情況 要不要去了解 它目前轉型有沒有成功 那對股價 其實影響確實都非常大 人家當初Nokia 人家當初黑莓機 蘋果你在哪裡 對啊 還在做那個音樂機而已 還在做iPad 一開始它還是在那個 比基因電腦 在那個MacBook那邊 然後慢慢的話 就iPad iPhone的話 然後緊接著iPad 就一直出來了 那我們可以發現 比如說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有一些個別股的部分的話 所以為什麼要做 比如說滑傾 2012年賺9塊 去年賺9塊2毛3 那一般來講 每一年都很穩定 但是你可以發現 為什麼一定要去做研究 了解 它既然虧錢 那我們看3515 一個滑傾的部分的話 這個過去都居優深 股價都可以128塊 都依然在高檔 因為它享受9塊錢的一個獲利 每一年都9塊錢 都非常stable 都做穩 做穩 做穩 忽然間 拿個拉貨 或人家拉大瀑布 就是因為虧錢 所以為什麼要給你造公司 為什麼要成為一個投資型的券商 就是要去跑公司 去了解公司 最新的接單 營運的一個情況出來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看這個叫省腦 那你看以前都賺5塊8 5塊5毛4 那現在第一季0.71 對不對 第二季0.4 那是不是1塊1左右 那整年度我賺2塊 或是3塊 但是跟過去的水準就有差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就慢慢去想說說 因為你看到台灣大開始在賣手機了 遠傳開始在賣手機了 中華電機就說 我自己也要做啊 他們都可以賺 我為什麼不能賺 我也要去賺 所以過去都省腦在賺 那現在它自己要開1千個 要開2千個門司部 所以中華電機就賺走 那你就想說 訂單不見了 這些都沒有了之後 它如果轉型 如果去接什麼東西 看不出來 那獲利就開始下來 那你可以發現 那股價下跌的速度就非常快 所以為什麼要研究 所以那個股票 有時候有它的一個 所謂的爆發性 可以賺30% 可以賺40% 可以賺1倍 但同時你有可能 因為產業的一個轉型 或是產業的轉型 不順暢的話 你有可能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的部分的話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的話 你看這個叫紅色 去年的話賺20塊 今年現在賺6塊的話 今年大概10塊錢上下左右 那一差就差很多 我們看3131的 紅色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發現 那股價就是這樣在跌 這完全都是基本面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要up公司 為什麼要去了解公司的獲利 產品的轉型各方面 來做一個最佳邏輯的一個判斷 因為這個跟後面的一個獲利 出來的話 都是可以賣取的 所以為什麼 我們要半年報要注意 因為對股價影響很大 所以在下個階段的話 我們就來探討 有哪些比較好的 那或許這類型股票 就會有粗類拔萃的一個機會 OK 注意喔 連我們金管會主委都說 這個半年報公布真的很重要 對 從年初這種 應該說從去年年底 要準備吹牛行情 都嘛 畫大餅 對不對 幸好牛有吹起來 對 你看1476的這個爐紅 Lulu Nemo Lulu Nemo 這個防熱衣 涼衣 涼了 後裏沒有出來的話 就這樣的 不過真的也謝謝 他們有這樣的製品 讓大家能夠夏天好過一點 好 時間的關係 留在下階段回來 我們外資看半導體 但是我們又會套到技術現行當中 有些科技股是強的 有些科技股是弱的 情況如何 待會告訴你